中國大陸的民眾看到中共一面嚴厲封鎖香港的消息 一面用歪曲的報導欺騙大陸百姓 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好 一起來看這一期的退黨精選 上海的孫喜光說 本來就對共產黨沒有好感 因為他在歷史上搞了許多運動 整死了很多人 這次很幸運聽到了朋友講的真相 加上這次香港市民反送中爭民主的一點真實情況 共產黨一面嚴厲的封鎖香港的消息 一面用謊言 在各個媒體上歪曲 欺騙大陸百姓 邪惡本質暴露無遺 知道這樣的邪黨一定不會有好下場的 所以我自願退出小時候人人都帶過的紅領巾少先隊 正如朋友所說的 會有一個好的未來 大陸的陳顯堅說 當年也是一腔熱血 在謊言的鼓動下 信以為入黨就是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盛即絕學 更以為可以為中華奔走 為民請命 結果現實卻惡狠狠地拍醒了我的昏夢 也該退出了 今日2019年9月6日 我聲明退黨